卡尔皇子深思着的表情就清楚 能够一统天下 是所有南庆人的终极目标 甚至可以暂时将他 对于那张龙椅的焦虑压制下去 都说北齐皇帝不惜女色 可偏生上次他专门要将斯里里换回北齐 安知 你是上次使臣 在上京城里可发现什么细节 大皇子认真问道 范贤半晌后缓缓说道 不敬女色是真的 偌大的皇宫里只有几名侧妃 而且为了防止外妻势力再生 那位小皇帝硬生生抗着上京城里大家族的压力 挑选的妃子都是平民出身 很奇妙的是 太后似乎也并不反对这种安排 二皇子皱眉说道 即便是为了防止外妻势大 可这种安排对于安抚臣子来说不是什么好主意 此举不妥 范贤点点头 假装忧虑说道 正如先前王妃所说 那位皇帝陛下实在是有些看不透 明明近在眼前 却总觉着他的身上有种很巧妙的伪装 李鸿城笑了起来 得了吧 那位皇帝对你算是很实称了 先前你说自己是外臣 我看北齐人可不把你当成外臣 不然狙杀之后 怎么会发国书来京都抗议 大皇子恼火摇头道 北齐人欺我太甚 居然硬生生玩了这么一出 范贤苦笑道 大殿下 这事和我可没关系 说到狙杀的事情 二皇子偏生也不怎么尴尬 一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模样 取笑范贤说道 事情当然和你没关系 不说你是南庆人 这北齐只是想挑拨而已 就算那小皇帝再喜欢你 把你拉去北齐 难道他还能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你不成 叶琳儿此时插了一句嘴 我看到真说不定 范贤生就一副好皮囊 那北齐小皇帝又是他的狂热爱好者 此言一出 认真的讨论变成了玩笑话 范贤翘唇一笑 在一旁平静看着这些男女间的说话 他们说些当年宫中的趣闻 范贤也不清楚 渐渐地 竞生出了一种被排斥在气场之外的错觉 说来也是 在他入京都之前 花厅内的这些男女们 都是自幼互相看着长大的 庆国皇族的年轻一代之间 感情向来不错 他本来就是个外人 然而范贤并没有过多地沉浸在这种情绪之中 因为先前关于北齐小皇帝的讨论 他陷入了沉思 隐隐觉得自己似乎要捉到某种很玄妙的东西 他在脑海里将自己在上京城中与北齐皇帝见面时的情形详细过了一遍 又仔细地回顾一番一年半的时间内 自己与对方的默契合作 在浮以北齐皇帝的审美意趣与生活小细节 渐渐脑中有抹亮光快要冲了出来 只是一直冲不出来 淡淡幽香之中 范贤一直在发愣 以至于身旁的人都安静下来看着他 他还没有发觉 范贤骤然发现自己失态 尴尬一笑 下意识里说道 好香 好香 一股淡淡的幽香弥漫在花厅之中 范贤威意失神 鼻端仿佛有某种魔力 在让他再次失神 这股香味其实极其清淡优雅 但对于他来说 却是那样的浓郁 那样的惊心动魄 一回头 看见大王妃早已去而复返 身上已经换了件衣裳 范贤勉强笑着问道 哪里来的香味 大王妃微微一饿 旋即笑了起来 没想到你不止冰雪聪明 心思鼻子都一般细腻 这香囊在我身上戴了一年了 王爷也从来没有嗅到过 今儿刚衣戴上 你就闻了出来 众人好奇地看着范贤 叶灵更是抽了抽鼻子 也没有闻到什么特殊的香气 只是花厅里燃着的熏香 被湖上寒风一掠 极其淡然 不是熏香吗 叶灵好奇问道 王妃笑道 当然不是熏香 她从腰间取出一个极其精致小巧的香囊 说道 从上京城带来的 范贤有极其强烈的冲动 想把那个香囊拿在手上细细闻一闻 但是香囊乃是女子贴身之物 意味深长 怎样也不可能提出这个要求 听了王妃的话 她脸色已经平静了下来 笑着问道 他们没去过北齐 当然嗅不出这淡淡香味 我是去过的 难怪能嗅到 王妃笑着摇头说道 我打赌你肯定也没嗅过 上京城的皇宫你去过 有没有上后山 范贤点了点头 王妃说道 这香囊里夹着的是金桂花 金桂花就是在山上 整个天下应该就那一株了 这金桂花香味极淡 若不用心 是怎样也嗅不出来的 范贤笑道 我上山只在西畔亭间停留少镇 倒没瞧见 这株难得一见的金桂花 长在山巅里 大王妃笑着说道 是国师当年亲手从北地移植过来的孤种 加上香味并不怎么种 所以一直没有人去收拢她的花蕊当香囊 所以我敢说 小范大人你就算在宫中待过 也没有嗅到过她的气味 范贤诧异问道 那王妃拧着香囊 众人有些纳闷 范贤为什么对这个香囊念念不忘 时刻追问 范贤也怕露出马脚 笑着解释道 这香味我喜欢 想给婉儿时整一个 林婉儿微微一笑 星知度明夫君肯定想的不是这般 但旁人不清楚 大皇子不赞同说道 大男人 怎么竟把心思放在这些女儿家事情上 大王妃瞪了她一眼 说道 能上的马 能秀得花 才是真真好男儿 大皇子马上闭了嘴 大王妃转向范贤笑道 你想给陈郡主师整一个只怕不易 不对 这天下旁的人可能不容易 你却有机会 你自己修书去向陛下求去 此陛下 自然是北齐那位陛下 范贤温和笑道 难道公主身上 这只也是贵国陛下司的 是啊 王妃眼中流露出少许思乡之情 丹丹说道 以往上京城中就只有陛下一位佩戴金桂花的香囊 她说喜欢这种淡极清新的味道 我离京之前的那个夜里 陛下将她贴身的香囊赐了给我 让我在南方也能记住故土的味道 花厅内的气氛被王妃淡淡几句话变得有些感伤 范贤的眼光在那个香囊上一瞥急过 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在王府里用膳之后贤婿 十日已知暮时 其间在大皇子的安排下 范贤与二皇子在书房里又进行了一次深谈 只是抱月楼上两人已经谈得足够深入 如今的二皇子身后 有叶家和一位大宗师做支持 断然是不肯后退半步 而范贤虽然心知自己的情势 也如二皇子所言 看似权重如山 实则微如泪乱 然则人在天下 身不由己 他就是想抽身而退 也没有那个可能 至少庆国皇帝不会允许 二皇子最后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后 缓缓说道 安芝啊 有件事情我必须提醒你 毫无疑问 你是这两年里 庆国最大的麻烦制造者 而当年的事情你也清楚 父皇为什么让你一直在丹州生活长大 而不是更干脆地将所有麻烦都清扫干净 范贤微微低头 心想二皇子确实是个极善说服人的厉害角色 如果不考虑五竹书对于皇帝的威胁 庆国皇帝暗中保护自己成长 只能说明一条 君王虽无情 但对自己的紫西总有三分垂帘之意 父皇不会允许我们兄弟之间做出太过激烈的事情 二皇子看着他静静说道 可是对于你来说 如果事态不能激化起来 你就只能坐看流水冬去 局势一日不如一日 这便是你的问题所在 范贤微微一笑 心想局势马上就要激化了 自己要保住目前的所有 必然需要其他的人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 生死不论 范贤看着二皇子很认真地说道 生死不论有两层含义 一种是一定要分出生死 一种是只论斗争 不设彼此生死 二皇子举起手来 与范贤轻轻拍了一掌 下午的时候 监察院忽然有消息过来 说是西湖那边有异动 君情已经送入了疏密院 宫中传范贤觐见 大皇子身为进军统领 迫不得已也要离开 二皇子与李鸿城 却依然可以留在王府之中 范贤让妻子与叶莲多说话话 自己单身一人出了王府 坐上了自家的马车 也没有等大皇子 便吩咐马车 沿着京都雪后的街道 缓缓行走了起来 西湖的事情并不如何急迫 两的消息来回至少需要一个月 这时候急着入宫没有必要 范贤需要时间消化一下今天所遇到的事情 黑色的马车 在京都的街道上转了几圈 驶上了相对寂寥一些的街道 坐在车夫位置上的藤字经 警惕地注视着四周 马车前后左右 有些不起眼的伪装密探 保护着范贤的安全 范贤闭着双眼 靠在车中的椅背上 她的面色有些苍白 唇角有些干涩 那淡淡的金贵花香 原来 那夜的香味是金贵花香 她有些枉然地想着那个夜晚 那座庙 那片田地 那个没有来得及系好的腰带 可是明明是撕里里 就是撕里里 只是 醒过来之前的那道香 那双揉在自己太阳穴上的手 她薄薄的嘴唇颤抖了两下 低声快速骂了几句脏话 下意识里 一掌拍在了身边的车板上 轰得一声巨响 范贤盛怒之下重重一掌 体内充沛至极的霸道 真气汹涌而出 掌风锁处 无坚不摧 只是一瞬间 安静地街道上木头碎裂声音大作 那辆黑色的马车 就像是纸壶的一样 被这一掌拍垮了一半 车轮碎 马车翻 马儿受惊 刨提不止 藤字精大惊失色 勉强站在了原地 灰尘渐迷渐平 一身黑色官服的范贤 失神地站在满地目里之间 在他的身边 虎卫高达长刀半出窍 眼中精芒乱射 想要寻找到刺客的踪影 七八名六处箭手分布四周 握紧了腰盘的铁签 左手的弩箭对准了外围 范贤低头思考许久 不由想到了母亲留在箱子里那封信中的两个字 不由唇角微签 露出一个自嘲至极的笑容 难过叹息道 报应啊